是Demo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一年前 好 那個我簡單講一下 我這一個是我第三版 就是Course我第一個自己刻的版本 跟上一個是那個PHP框架 然後這個是第三版本 那個PHP Larovo 我對這個這個架構本身超不熟的 所以我本身也在熟悉當中 好 我簡單講一下 目前這個版本 那放在那個Hiroku上面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玩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功能還沒有做好 就是那個排序立委的部分 所以目前他可以做什麼 目前你可以 首頁就是 首頁本身不太重要了 就是你可以 目前可以新增議題 這邊新增議題是OK的 這個不重要我先不Demo 然後你可以 在每個議題這邊 你已經可以決定你自己的家學 看得到 就是比方說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火把 這個目前有點冷門 那假設我贊成好了 那贊成程度是40% 然後你可以儲存自己的結果 然後服貿的話我是 負的話是反對 那假設我很反對 83% 然後你可以直接到那個議題內頁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跟這個議題有相關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人 然後他們本身的立場 那因為目前資料有點少 所以大部分都看不到 看不到立委的立場 對 這個之後需要大家一起玩 才會比較有Fu 那也可以看到跟這個議題本身有關的新聞 那目前也沒有 這是資料面的問題 再來是立委的部分 對 目前也是可以新增政治人物 那 那 一樣 這個不太重要就先不demo 到時候應該會用灌的 灌進去吧 對啊 讓User自己實現這有點奇怪 好 最後唯一有要demo是那個新聞列表部分 就是用來決定那個政治人物的立場 我剛剛特別去找了一則新聞 我覺得還蠻有代表性的 就是那個之前5月9號的時候李慶華跑票 李慶華他本身雖然是國民黨 但是至少在這一次表決他是跑票反而是 那就是因為大部分一般人想的都是國民黨 是支持河南 那是少見的跑票的事件 當然他可能也是覺得無力回天 所以跑票無所謂 但是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註記 好 所以我這邊現場demo 新增 新聞 希望不要舒適 先 複製 成功了 看起來不錯 他會抓標題跟內容嗎 複製 這個那麼多時間可以讓他處理 哈哈哈 啊 處理得有點久 在這個過程中我招募一下 就是這個專案是WRBO寫的 如果有熟悉這個框架的朋友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換一條坑 有沒有在跑啊 處理衝啊 然後沒梗啊 我不會講到事業結束啊 還有7秒 7秒 我再給他3秒 假設說他成功的話他會到新聞列表 我用別的例子好了 好我知道了 假如你新聞新增成功之後 你這邊可以去下TAG 然後就是TAG你的議題跟政治人物 TAG之後 這邊可以看到原點節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去決定那個立委 對各議題的立場 比方說根據新聞 發現蕭美琴他在這個 BRABRABRA的這個議題 他的立場是反對的 然後你可以做人工判斷 那之後繼續再做個計算 好以上是選票成的分析 那有興趣的歡迎票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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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